老友鬼鬼 李詩節日前 10月16日 道新城廣播接受談 英雅談 何姬佑及黃雲儀主持的QK玉英室訪問 與雅談老友鬼鬼 兩人不時相約品酒談心訪問 詩節初入行做歌手時說起 那時我幫一個網站 詩節目娛樂大之夜 每集都會揭曝指封刺娛樂 新聞 反應出奇地好 老闆說不如幫你出碟捧你 第一個網上歌手 之後拿了郭富城D歌重新改 詩 隻碟賣了二千隻 但我又吾粉氣上吾倒無線 歌金曲 於是詩節主動出擊 拿著親自創作的音 錄影帶向勁歌金曲監製無遂自戰 最終獲得籤 成為二零零零年樂壇新人 我開心到不得了 還有份提名 人長 對手是古天樂 張家輝 陳冠希 三甲人選友 但坐在他們旁邊都好開心 詩節翌年再接再來 洞上藝員科尹經理 成功簽約為藝員合約並家 歡樂今宵 後來有監製覺得我有趣 找我拍花樣 年 同方忠信有幾場對手戲 我做便利店收銀員 成日來買東西哄蛇斯曼 我就同方忠信鬥戲 之後與容祖兒合作拍劇集《美麗在望》 經常為在祖兒身邊負責搞笑角色 鬼主義多多的詩節又再次出手 我出曬名 好多人說我成日改劇本 但你不改又好難突出自己 我試一次先 監製會看playback 如果他不罵我就繼續試 兩三次之後 監製不罵我米歐奇 但唯一不好就是影響了對手 人家背了劇本整晚 我突然改對白 他都想不切點回應 所以幫人想完又試過 但他可能心想 使你教我呀 詩節強調尊重所有編劇 指劇本寫得很好 指示 幾想整段戲表達得更好 心思熟慮之後 詩節決 繼續改劇本 同時亦會顧及對手感受 我要找個 監製 就是照顧對方 給對方完全可以接到對 詳細節目內容 請重溫10月16日 3、4時 新城資訊台 QK肉 室節目 網址 HTTPS 車資訊台 協助 至於兩部斜線。